你送過最貴的禮物給女生是什麼 一萬多吧 什麼東西 Dior 他那時候也是高中嗎 沒有 那時候是國中的事 國中的買啊 Dior 呃 你覺得那些被男朋友包養的女生 會不會羨慕他們 怎麼可能不羨慕啊 不要努力誰不羨慕啊 就我覺得這種事也是 女生他自己有實力啊 就是他有魅力去吸引到那些男生 愛情跟麵包我選麵包啊 人不入只要怎麼生活 你們都不要吃飯 你們就靠愛給我維生下去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看怎麼看 就在說你啊 幹嘛那麼兇啊 誒誒誒 帶我幹嘛 你知道我幹嘛 好不是 明明就是建民 Jimmy 歡迎收看平視調查區 我們今天來到的地方是 桃園藝文特區的 鳥屋書店旁邊 最終於今天要聊的話題是 高中生戀愛金錢官大調查 哇戀愛金錢官 MG你出去誰付錢 我覺得是你一餐我一餐 不會特別去計較說誰付錢 那如果這一餐 你付得很貴 下一餐很便宜 下一餐很便宜 誒你怎麼知道都這樣 哈哈哈哈 你吃飯又誰付錢 其實都是我 這樣說話都是我 因為我覺得女生付錢 會顯得難道有點沒用 雖然覺得這個觀念不是正確的 但就還是會覺得好像應該付錢 這邊有一個堅持要幫女生付錢的 這邊有一個 覺得 從AA制改成 男生可以多出一點沒關係的 那我這邊就屬於 不好意思一定要AA制 我可以送禮物 但女生想要享受就得消費 你自己想買自己想吃的東西 你自己所選擇就是要付錢 你能感受的問題啊 教我幾個女朋友 四個五個的樣子 就想問一下你出去啊 你付錢還是你女朋友付錢 剛在一起的話 說什麼出去約會什麼的 這我也付 因為我想要追到他 但是後面如果確定跟關係什麼的 金錢觀就是要先互相有一個共識 要嘛 OK好 這頓很負 那下頓你請 不然就是大家一起A評 欸你跟他講的是 這頓你付下一頓你請 對啊 喔我講那個 這頓很負 那下一頓你請 那前面會講好嗎 也沒有講耶 就是前面都是這樣子好了 前面都是什麼 我的情況 後面就說 欸 就是要再換你錢 他也不會 他也不會抱怨 或者是 挨握什麼 你跟他相處 經營感情 你大約花多少錢 如果沒有什麼什麼 特別激烈 是要出去玩什麼 平均吃頓飯 一個人 五六百吧 你送過最貴的禮物給女生是什麼 我原來是我送前女友 沒關係啊 但是送前女友是一次性最貴的吧 對一次性 前女友送 單筆消費 單筆消費嗎 一萬多吧 什麼東西 Dial 就口紅 口紅 所有的東西 然後那時候想說 我就先買一些 欸 我現在想一想 那個銷售的人 夠 那Sales 欸你搭這個 你搭這個 欸你看你再多少 就這樣 欸 買一套 讓你買一套 不然那我好奇一件事情 他那時候也是高中嗎 沒有那時候是國中的事 國中買他Dial 就很鹹 跟男朋友出於誰付錢 我就要看情況 就是假如說今天 對方經濟能力是 出社會 然後經濟能力比較好的人 那他要願意付錢 那當然OK啊 但我也願意付啊 就是我覺得 一人一半沒有什麼不好 那我問妳 妳是出社會的還是沒出社會的 我還在讀書耶 但我有在上班 那如果這樣比較起來 他跟你是同樣能力 跟同樣的狀態 都是高中生 那就是 我的經驗是 不交往 不是 就是 輪流啊 假如說這一頓他付 下一頓我 或者是吃飯他付 看電影我 那妳會享受 被男生請的這種感覺 是開心的啊 那妳吃過最貴的一餐 男朋友請的 吃過最貴一餐喔 我不知道 吃燒肉吧 兩個人吃三千多塊 兩個是三千多高中 沒有 就 前面呢 就是出社會來的 喔 他在出社會 妳是高中 其實不便宜 妳有這樣 妳有因為這樣子 覺得自己被養怪嗎 就是 啊 以後交男朋友 如果都是那種 去吃路邊攤 或是什麼的 妳會覺得 啊有點 不太有辦法 跟過去平衡 對妳胃口被拉高 對 被養大了 吃路邊攤不好嗎 喔妳可以接受 西門那一間啊 喔妳說是天天利是不是 所以妳有辦法接受 他超愛吃天天利啊 天不辣所以好吃 對啦 結果他不是吃滷肉飯 幹他吃天不辣 我無法理解 天不辣耶 會不會天天利之後 我知道了 泡杯喔 那西門 那西門地標 妳在哭喔 天天利滷肉飯加半熟蛋 再一個燙青菜 我高中時期去 有錢沒錢我都吃那個 妳如果跟妳男朋友吃飯 在天天利 然後吃到一半 妳爸還沒吃完 然後妳生氣跑掉了 欸等一下 男朋友跑掉 那妳會做什麼主動 去追他嗎 不會啊 哇靠 妳這麼屌 我去追他 他就不會回來 他現在生氣 突然會打給他吧 打給他 對啊 她說妳來找我 那我會問他在哪 有人說 我在那個萬年大樓樓下 快走太快了吧 妳覺得那些被男朋友 包養的女生 會不會羨慕他們 怎麼可能不羨慕啊 不要努力 誰不羨慕啊 能夠躺著 為什麼要起來 妳不會覺得 女生被包養就是敗禁 妳覺得能爽 為什麼不爽 其實我覺得這種事也是 女生他 自己有實力啊 就是他有魅力去吸引到那些男生 幹 他講的很重 我跟你講 我也認同他 現在這個時代 已經不是女生被包養而已 男生也會被包養 就會討好一種技巧 欸 我跟你講 有多少地方嗎 需要愛你知道嗎 有多少女房東 他孤手空房 愛實在是真的有料 本次開端商品喜歡的連結在底下 Honeymoon系列的多功能 旅行箱有 折疊背架 側邊掛鉤USB 將Type-C的充電設計 ABS加PC的頂規材質 金屬 包餃整體 切音防妝 耐摔還有 加厚合金拉卡 最重要的是 這咖旅行箱 超好看 看完影片 千萬不要衝動消費 但如果我告訴你 廠商和我說 航空公司把你的箱子摔爆了 我們有一年的破箱換新 還有一年保護學院的朋友 趕快點下訂閱 訂閱 按讚 掰掰 你通常出去是 藍沒有付錢還是你付錢 如果他想付錢的話 我就讓他付錢 那如果他明確表 我不想付錢 那就 不要出去 哦 不然就是一人一半 你會接受你付錢 我可以接受付錢啊 今天在吃飯的過程當中 吃完飯之後 欸 都沒有人講要付錢這件事情 來 你怎麼辦 我會直接拿錢 給他 這是好事 你會拿你的那一部分出來 他說 欸不是啊 你怎麼只有一半 啊不然要怎樣 我要請他吃飯啊 但他頂帥 帥爛的那種 他全身 Balenciaga 然後LV 穿精品還不是負不起錢 他說跳完陣頭又可以給你 跳陣頭應該不會是我這個圈子 應該對 那你是什麼圈子 就是正常人的圈子 就是正常人的圈子 你不能說正常人啊 雖然他大家都是正常人 但是 哈哈哈 欸 太猛了 怎麼講 就是生活圈不一樣 你的族群呢 就是 不是那個族群 對 比較偏正常的學生 你不要再講正常了 你有講正常 你沒有很 跳陣頭 但是很認真讀書的學生 我相信有 OK好 所以你是認真讀書的學生嗎 不會 應該不是 認真過生活的 對 認真過生活的 呃 好 就是 比較愛玩一點 但是 有愛玩 認真過生活 基本上是在說什麼 來 我跟你講 兩種給你選 第一個 跳陣頭 請你示範 開賓室的男生 第二個 正常 連摩托車都沒有 要坐公車 然後A字的 賓室 賓室 為什麼 要有錢才有辦法過生活 這是你的選擇 愛情跟麵包 我選麵包 那如果今天有網友在底下 抨擊你 物質 人不物質要怎麼生活 你們都不要吃飯 你們就靠愛給我維生養 我可不可以問你 你為什麼不願意等我們成功呢 那如果每個遇到的男生 都要我打他成功的話 那我是打到老死都不會成功 可是每次等男生成功 男生成功之後 又他媽開始 嬌小三抱二奶 對啊 沒錢的時候叫你陪我 有錢的時候 我叫一堆人陪我 對啊 前人中數後人成啊 正常發揮不意外啦 你交過最有錢的男朋友 他對你付出最多的 他不算最有錢 但是他是 比較肯付出的 哦 這個意思是什麼 今天有一千萬 只願意給你一百萬 你會很爽 但今天有一百萬 他願意全部都給你的男生 這是真心 然後他留一萬給自己好不好 雙 他做了什麼 他 很順了 真的有嗎 有啦 我在想要什麼 更距離的 就是 雖然我沒錢的時候 都會回家吃飯 但是他還是會存錢 買禮物給我 買到最貴的是什麼 一雙 Dunk 6000 哇 你收到禮物當下 你感受怎麼樣 很開心啊 因為我很想要拿刷很久 就是我很猶豫要不要買 然後結果 大家親人接的時候就送我 你們最後分手是因為什麼 他覺得我問你太多了 欸來 他覺得你什麼問題太多 他覺得我太喜歡問為什麼了 哈哈哈哈哈哈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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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男朋友出一桌誰付錢 我是希望是AA啦 你不會希望男朋友付錢嗎 這樣其實我會有壓力 這樣感覺我會連見 我會不會出不起 一頓三四百 然後你跟我說你出 然後下一次換我 然後如果吃很貴的賣 為了避免有這樣子 金錢上的這個 糾紛 糾紛 那不如都AA好了 還可以各自點各自想吃的 這樣比較單純 那你有沒有曾經 就是羨慕過 把這女生吃飯 接送禮物 什麼都是男生出好幸福的 一定還是有嗎 那怎麼辦 對啊不會羨慕嗎 羨慕歸羨慕 人家就是有公主命啊 欸你不會也想當這樣子的公主嗎 當不了就是當不了啊 如果有男生跟你講 我養你你有辦法接受嗎 不要工作了 你不要給我拋頭露面 我養你 現場台北市一棟房子 你直接簽名 名字就你的了 可是我還是會想出去玩啊 怎麼看不出來 可以出去玩 要跟我報備 要跟我申請 那沒有辦法 因為我媽可以給我的 為什麼我要聽你的 哈哈哈哈 突破茫長 那請問要出去都是誰附件 大部分都欸欸欸 他們會主動出還是你會先提 他們都會主動 我教的兩個都會主動 現在身上沒有的話 就是我先付的 然後下次就可以給 你會提醒他嗎 欸上次那個吃飯還有 不會我覺得 我覺得 提醒沒有還錢很尷尬 那如果他忘記了呢 就可能聊天的時候還是會提一下 就是不會 不會專門去跟他說 欸 只要錢沒有給我 你會怎麼講 聊天你會怎麼提 像譬如說今天吃什麼 然後比如說 欸 這一份六百塊 欸 啊你上次那個沒有幫我揮 那這次換你 這樣也蠻直接的 欸 這一次這份六百塊 欸你不覺得這個很好吃嗎 就跟我們上次吃的六百塊一樣啊 對啊 我先出那個啊 你記得嗎 對啊 我先出的那個 你記得嗎 對啊 希望自己未來是可以整個支付女朋友所有消費的男人 還是你覺得不管我今天多有錢另外一半都應該要能支撐他自己的消費 出不出是無所謂 就是我覺得還是女生還是有自己的生活經濟能力 你經濟獨立啊 對對對 你不能說人都沒有經濟能力 然後去找一個包養你 啊萬一那個男的包養你怎麼辦 那你看到那些被包養的女生 你會不會覺得他們讓你羨慕 對啊 誰不想被包養 我剛好聽那個主席啊 有跟我講一件你很屌的一件事情 聽說你有跳鬼是不是 啊